OK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第25次 也就是第26次的軍運點是 一缸多本黑客送 那今天由我Kirby來為大家主持這個開場跟 晚上的結束的時候的一個主持這樣 那簡單的就先說明一下 Hack送是什麼東西 以免來的人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一個人很鬆的一個 為何的環境 我們在這邊舉辦Hack送 然後大家會帶坑來 然後就會有人跳坑 那你要怎麼跳坑呢 我們剛剛那個小伙伴跟大家介紹 Hack的這個地方 中間的當期Hack送空兵 你可以找到裡面有很多空兵器 帶著坑來的人 他會在這個地方把他專案提出來 他會有開放授權的一個授權形式 他會有他序域的人 那不過這個一個網址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他太強 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搞太清楚要練好 你就打這個網址就對了 X.COGV25 有沒有留過網 失敗 OK 我們會再想出更短的形式 讓大家有沒有留意 連到這一頁之後 你就會看到 那你要怎麼找坑 我相信已經填坑的 已經開挖坑的一個單位資料 那第一次來或是還不熟的朋友 你連到那一頁之後呢 最右邊他會有專案真能的部分 他會有各種需求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程式設計師 你今天不是Hackers 或者是一個宅男 或是一個宅人的話 那你其實各種不一樣的職業備 你都有機會可以找到坑可以跳 如果今天沒有坑可以跳 你也可以自己挖坑 不管什麼樣坑都可以挖 所以你已經決定好你要去哪坑 如果要去哪坑的話 我們是9號那邊是10號 那這個坑要去找到呢 我們基本上今天有個活動的流程 大概是這樣 首先我們會等一下給各坑主提案他的簡報 大概3分鐘的時間 他會簡短的說明說他要做什麼 他需要什麼人 這時候就是你可以決定你要去哪坑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會讓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紹 這時候坑主就可以去注意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什麼康考符合的需求 等一下主動去把他抓過來去跳坑 好這樣也不錯 那這一次跟那個 之前的黑松稍微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接下來會有朝午餐披薩 跟下午茶 然後吃飽 上面會有一個導覽 不過今天可能沒有 接下來有短講 這個短講 在今天會稍微有不一樣的形式 我把這些跳過 因為今天剛好7月1號 然後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之前有辦過第0屆的公民科技創新 獎助金 一個6個月期成30到50萬的獎助 之前有7組的團隊獲獎 那他們得到這個補助 那今天的短講 會把時間留下來給他們做其中的成果報告 大概包含這幾個 國家保障 業員投票指南 Middle 2 施法人網等等 這邊一共7個專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們一到講的時候 開心的節目跟表情 所以第0屆是這樣 那今天剛好7月1號 為什麼想要這個預計 因為今天是第一屆 應該是第一屆吧 秋季開始 2017秋季的那個提案 開始的時間 所以大家如果連到 GinniV.tw 忘記貼網子 你就搜尋GinniV.Gran 你就會看到 我們開始開跑了 今天可以提案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提案的話 記得這個 大家燦安是少年 雖然名額不多 但是總是有機會 那在這個 這個地方 提Gran的提案 跟在 我們今天在這個hack中的提案 其實都有一些共通要點 你要去提案的時候 你要注意 如果你講 你們怎麼沒有人做blahblah blahblah的話 這其實是一個比照式 叫大家去做事情的一個想法 我們在這邊的提案 比較會是 去找別人來做事 而不是去叫人家來做事 所以今天有一個很好的想法 很不錯 你要先清楚的知道 你要做什麼 你要把問題定義起來 接下來呢 你要怎麼做 你要告訴大家說 我至少有一個初步想法 那我們再一起去 把這個東西握搞出來 那 你這個有想法之後呢 你需要什麼樣的人來幫忙 你要把東西切好之後呢 我需要有工程師幫我做工程 我需要有個 社交媒體的人去幫我做推廣 那接下來 你這個東西 大家要一起來做 那你總是要告訴大家 說你這個東西 要怎麼分享給大家 而不是一個人獨佔 那大家就變成幫你做白工喔 所以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在今天這個場合 每個人只有三分鐘時間做提案 所以你要在三分鐘時間完成 人家會有雨婷 在那邊穿藍色衣服的帥哥 他還會舉一個牌子 三分鐘一分鐘時間到這樣子 如果時間到就可以切點了 趕下來 所以這邊有個範例 你要做提案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妹妹的簡報 關於 欸 什麼東西 我認為可以怎麼做 但是我需要誰 做完我會把open 列出來 A B C D四個步驟是很好奇 認同情分享 認同情 一起找他而已 那 還有一些 蠻重要的地方 因為這些提案讓大家知道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找提案的人 也是大家一個困擾的地方 因為這邊那麼多人 好像我就能練習慣 有時候就找到人 然後舉個例子 像這個小班 剛剛那個 很辛苦為我們做 那個新手教學的一個小班 好那 他做完的新聞中簡報之後呢 我們這次要進入QA了 請問小班的ID正確的拼碼嗎 是A B C還是 阿不拉卡嗎 好 這邊其實會有一個辨識困難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這個東西 叫做 無限遠距高效光學系的 判處辨識裝飾 過來這邊呢 欸 是不是就很棒了 等一下來上來簡報的 那個 坑主 記得要領取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應用的效果 我們上次有舉過一次例子 再來舉一次 這是美東黑客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 大家在這邊很開心 請問大家 知道這邊有多少個坑主嗎 不知道 所以呢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東西 放上去之後呢 馬上可以編識出來 坑主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今天坑主很多 你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放上去 不管你是戴在手上 戴在胸前 戴在頭上 你當頭巾 或是在很遠的地方呢 坑主 一眼就看到了 那如果今天坑主 到處移動 你找不到 我們還提供這個 夜信公桌牌 所以坑主也要讓你這個東西 把你的坑名寫上去 我知道有坑主了 我知道這是什麼坑了 比方說這邊有個隱私坑主 11T圖 他今天沒有打用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就可以讓你很順利的找到坑可以跳 這坑已經形狀那麼明顯 在這邊呢 你要不跳嗎 那如果剛剛提到的小朋友提到 就是說 我們今天不是新手的話 如果等一下大家有意願 這邊有黃色的背金 或者是穿紫色衣服的 這幾個都會找他們 那今天還沒有人認領這個 黑客松的大師 所以如果今天有來過 已經對這邊很熟悉的朋友 你可以來認領這個 把他穿著 有問題的人就可以來找 反應這樣 再提醒一次就是說 這個網址非常好奇 所以大家需要看專案出來這個地方做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進入簡報的時間 好不好 那 桌上我們進入簡報模式 好